阿切 字幕視聾 编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在一張待聽的老實床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靠着一扇大窗户 躺着一位垂危中的电影明星 他把床上自己的身体 扭曲成一种看起来非常难受的形状 他的手臂被弯曲到像折断了一样 他的眼神已是完全的黯淡了 他是一名青春不在的美人 却好像摆出属于普通年轻女郎的姿态 他刻意地把五官最娇好的部分 呈现在窗前 通常光线透进来的地方 但是窗外稀里哗啦地下着大雨 屋里看护的人进进出出 蝴蝶蝶临死前最后的挣扎之声 他们没有听见 他们也没有注意到 有只蝴蝶正在挣脱出来 藏到树叶底下 躲过雨水 将它淹没 摄影棚里的灯光明暗不惊地分布着 厂子中央照得很亮 除了有些古董家具 大型起重机 高调的灯光和摄影机外 显得空空荡荡的 厂子周围黑暗的区域中 人买人买 预备着下一个镜头的拍摄 远远的角落里 曙光一丝丝的透进来 直到适事齐悲之际 大明星才被从画中间中请出来 他的男主角和其他工作人员 一起在阴影中等号中 他一静走进灯光最亮处 在一张沙发上横躺下来 伸展着他的躯体 他谁也不瞧一眼 因为人人都在看着他 门外朝阳照射之下 一只蝴蝶正盘旋飞舞着 场里灯光效果不够理想 有些灯的位置需要调整 这样将一组灯光和另一组灯光的强度中和 柔和的光形成一片如山谷的区域 让女主角拖着疲惫的步子 缓缓地走进来 这时 蝴蝶直冲着操纵器中机人的眼睛飞去 器中机翻倒了 压在女主角的身上 只压碎了 他的一只脚 词曲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朵道和所有化妆室的门都是新漆过的 化妆室的大小和位置代表着使用者的地位 当然了 男女明星虽然刚度完蜜月回来 仍各自占据一个房间 女明星对她的新丈夫十分妒忌 她感到为了在荧幕上演出逼真 她下了荧幕也会扮演情场高手 好好地伤心女人的心 正是春天 有只蝴蝶在过道里高高地飞舞着 像只飞蛾 新婚的丈夫在化妆室里打开了收音机 拖着拖鞋 悄悄地丢进走到另一端的一个房间 因为非常年轻的女演员 抓起一件袍子 遮掩着身体 不出一点声 丈夫没回复 摸着她身上覆盖着的丝袍子 顺手一点点地将它拉开 一个小男孩敲起了大钟 男女演员急忙地走到往摄影棚走去 蝴蝶在一上门前摆起了姿势 引起了女主角他们那伙人的柱子 他们向见了新生的婴儿似的 发出恋爱的欢喜 更追随着蝴蝶到了另一个房间 蝴蝶飞到男主角发亮的背上停了下来 她的身体正在年轻的女演员身上 起伏着 迎订阅 摄影棚的正中央 有座巨大的金字塔 耸立在棉花田里 金字塔高得几乎碰到了屋顶 背景是放映在荧幕上的 尼罗河的幻灯片 临时演员们列着队 走向一排排的土堆 回头望着副导演 示范他们应该表演的动作 和应该摆的姿势 副导演迅速地半弯下身 烧田慢慢地满身 直到她的脸几乎碰到了棉花为止 所有的临时演员们 一块模仿着她 女演员在另外一位副导演的搀扶下 小心翼翼地登上了金字塔顶 有人换掉了幻灯片 这回金黄成红的夕阳光 照住了金字塔 并且染红了棉花田 女主角的手臂 在引导她的另一只手臂下颤抖着 但是她继续地往前走 塔下的临时演员们开始练习唱歌 他们学着副导演一样地声音着 低唱着 大声地倒抽一口气 然后当他们的脸贴近棉花时 发出尖锐的呼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雨至少一天一次地下在这些叶子上 这是一群很安逸的叶子 过惯了奢侈 并且对他们的生活引以为骄傲 这儿的叶子足足上几百万天 热带原始森林里其他的分子 都效法这些叶子 大群地聚集起来 蚂蚁 成群接队 各种昆虫也是集体行动 雨自然下得很大 在这所有的庸俗与无度之间 风雀们却显得以重不同 它们迅速灵敏的动作 正配合着它们耀眼的光彩 风雀聚集在一块时 它们发出一种悦耳的声音 柔软却又坚弱 风雀对蝴蝶有一种特别的努力 蝴蝶是靠着蜂蜜 长翅飞翔的 同时也比较明显地表现出 它们的娇弱和牵制 人人皆能欣赏蝴蝶的美艳 可是似乎只有蝴蝶 才能体会风雀的美 这些蝴蝶一直未能接近蜂雀 但是有一天蜂雀们没当心 说是时那时快 一群蝴蝶已经包围住一群蜂雀了 蝴蝶们兴奋极了 终于发现了蜂雀的秘密 这下它们被完全撕成了碎片 天空中飞舞着灿烂透明的色彩 蝴蝶的碎片像血 一滴一滴地落在了树叶上 蝴蝶的碎片像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他们已经把内警场改装成一个记忆院了 搭起了墙挂上了灯 床先是铺得好好的 然后又刻意弄乱了 像有人刚在上头睡过似的 女演员们为了这一幕戏被装扮得很过瘾 他们开着玩笑说被人花钱请来表演悠悠蓝蓝跟千娇百妹 他们甚至帮着装扮着装扮着装扮自己 在腿上涂着胎记 刻着图案 等着等待会儿被人偷看 他们有的还在别人看不见的部位涂抹着 男的女演员们 男的女演员们各剧片长一角 等着被告诉下一个镜头该往哪儿站 一名副导演让其中一位女演员望着窗外闪烁的宁红灯 同时叫另一位站着 对着一盏黄色的吊灯张着嘴 发呆 他指引另一名女子扶下身子 把手肘平放在桌面上 背横着摄影机 最后 他指引另一名女子坐在床上 发乱的床单中间 面对着摄影机 展开他的双腿 靠近他大腿的深处 刺着一只蝴蝶 刺着一只蝴蝶 大腿的火 大腿的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